第36章 潮雪 自己别无选择 虽说神力路线第三层达九万倍 生命层次是最好情况 可若是浩劫来临 时间不允许 自己也没办法 相对而言神力路线第二层成为真神 已经比那些法则路线成真神的要好得多了 父亲 身旁传来声音打断了罗锋的思索 罗锋转头 看向旁边自己的两个儿子 从罗平 罗海这兄弟俩的眼神中 罗锋就感觉到了他们的担忧和不安 放心 罗锋起身 拍了拍这兄弟俩的肩膀 你们父亲我有信心 兄弟俩听到父亲这话依旧不安 他俩可是对接受浩劫的讯息知道得很清楚 明白此次浩劫 其他族群根本挡不住 整个宇宙海唯一有希望的 便是他们的父亲何等的压力 何等的重担 当然 罗锋双手搭在兄弟俩的肩上 若是你们父亲我失败了 我们父子还有你们的母亲 我们一家也就一起陨落吧 黄泉路上也算有伴 罗平 罗海兄弟俩却是笑了 嗯 他们俩都重重点头 去吧 罗锋道 兄弟俩一道消失不见 罗锋眼眸中却是有着一丝笑意 自己的两个儿子经历万亿纪元的魔力 自然能坦荡面对死亡 若败便是一切烟灭 罗锋脑海中掠过一个个画面 自己的老师真眼 还有混沌 还有好友荣君他们 还有父母 其 儿子 弟弟 以及当年吞噬兽一亿 众多英雄牺牲性命保下的地球人一脉 一切的一切 只要败了 便一切化为虚无 就仿佛三个轮回时代前的那些时代 像劫贩子等等 一个个都化为虚无 或许也就在三大绝地中留下的一些字迹 才能证明他们曾存在过吧 在遥远的近知世界中 罗锋地球人本尊正身处东军军营内 可是此刻 他的身体却开始直接消解溃散 那投介兽逃离 肯定不会放弃报复 现在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不管是我突破到九万倍 还是不突破 一旦最终浩劫降临 我都得立即成为真神 而一旦我突破为真神 诸多分身合一 回归本尊 我这地球人本尊自然得回去 罗锋站在石屋内 神力却是悄无声息 消散着 不断消散 回归整个近知世界 片刻 罗锋地球人本尊已经离去 只剩下一个神力分身留在这 现在我只是神力分身留在静之世界 分身罗锋在石屋内 暗自摇头 暂时我得谢客 谁都不见了 宇宙海三大绝地之清风界 在清风界核心区域的昏暗之地中 黑色的皮肉撕裂 血液飘洒 丑陋的头颅 疯狂撕咬着大口吞吃着 哈哈哈哈 撕咬着的戒兽摩罗撒 疯狂笑着 我摩罗撒镜 还有翻身一日 我竟然成功了 她的身体上满是伤痕 她的另外一个头颅 更是被撕裂剩下一半 显然之前 厮杀无比的惨烈 戒兽之间厮杀 与戒兽和真神厮杀 是截然不同的 戒兽和真神门斗 可以利用彼此力量 截然相反去对号 也能轻易分裂身体逃跑的 可戒兽彼此厮杀就不同了 他们力量一样 且彼此相克 你能分成99分身 我也能分让你逃都逃不掉 摩罗撒 你吃了我 以后一样会被其他戒兽吃掉的 那头胸口上有着巨大窟窿 头颅也只剩下一个正在被摩罗撒不断撕咬的介兽 不甘心地嘶吼着 你连重伤的我都赢得这么艰难 你活不下去的 蠢货 摩罗撒疯狂吞斥着 同时骂着 你虽然重伤应该依旧比我强些 可是战斗经验 技巧你比我差多了 曾经的摩罗撒 可是站在介受巢穴的巅峰 仅次于被敌 在十一届兽中 厮杀站到如此位置 摩罗撒的战斗经验何其丰富 即使基础上差一些 依旧凭借技巧 经验弥补 加上一开始对方被吓住 以为摩罗撒还是当初的摩罗撒 这一切使得摩罗撒 最终获得了这场胜利 我吃了你 我就会跨入二阶 以我的战斗经验 和其他二阶的戒兽们厮杀 胜算依旧高 将来我照样能重返三界 摩罗撒嘶吼着 三界 一步慢 步步慢 你注定成不了最后的王者 那被撕咬吞吃着的戒兽毫无反抗之力 因为他最重要的体内的戒已经被吞吃掉了 没了戒等于无根之水再也没有丝毫战斗力了 而且我之前在失败的同时已经将你的消息传遍整个巢穴 那头垂死的戒兽疯狂道 我说你摩罗撒从外界回来 却退回到一阶了 即便吃了我也只是刚入二阶 你在整个戒兽巢穴依旧是极弱的 那些和你有仇的跨入三阶的可怕家伙们 一定会一个个来杀你的 你传出去了 摩罗撒微微一正 他没有吃惊 他早知道了 戒兽是生来便是为了毁灭的超级生命 他自己若是一直不出手 恐怕其他所有戒兽都不知道他退回到一阶 可一旦他出手 对付某个戒兽 那么这个戒兽就会立即知晓 这戒兽若是胜了可能不会公开 可一旦败了 为了报复一定会传开的 一旦传开 他摩罗撒在戒兽巢穴中 随便来一头戒兽都敢攻击 这也是为何被罗锋逼得跌落到一阶后 他那般疯狂的原因 他明白 从一阶想要再爬回去 难如登天 怕了 垂死的戒兽在嘲笑着 他 摩罗撒大口撕咬吃着 注定了只有一个最后的王者 我这次退回到一阶 也注定再无角逐 最后王者的机会将来依旧是死 即便提前死 又算得了什么 摩罗撒体内燃烧着无尽怒火 即便是死 也要在死前 报复那断绝他一切希望的人类罗锋 罗锋 摩罗撒心中默默念叨着 你去了外界 恐怕还不知道一个消息吧 垂死的戒兽丝毫不放弃任何打击摩罗撒的机会 什么消息 摩罗撒冷漠 看着这垂死戒兽又是一口吞下去 贝迪垂死戒兽宁笑道 已经跨入四阶了 这是巴图尔死前传出的消息 很多戒兽都知道了 巴图尔死前 摩罗撒一仗 难怪不告诉我 十一戒兽诞生 而后彼此厮杀 一些强大的戒兽自然站在了巅峰 摩罗撒是其中一个 巴图尔也是其中一个 摩罗撒和巴图尔彼此还有着很大的仇恨 巴图尔死了 被贝迪杀了 吞吃了 同时这一战也让巴图尔发现 贝迪竟然是四阶存在 他当然会在死前传出消息 不过一些仇敌他却是没有传递 四阶 摩罗撒心头冰冷 一步慢 步步慢 要想成为最后的王者 绝对不能离开D集团 他曾经是D集团的一员 只是面临贝迪的穷追猛杀 才决定出去寻找机遇 迅速达到三阶巅峰 来和贝迪一战的 没想到贝迪竟然都跨入四阶了 最后的王者 再无希望 我注定的死 那在死前 一定的报复毁灭我希望的可恶人类摩罗撒的另外一个受伤头颅也完全恢复 两个头颅都低垂着 大口大口 疯狂撕咬吞吃着 我将消息传给贝迪 你和贝迪争了无尽纪元 贝迪知道你便若一定会来追杀你的 你二阶 贝迪四阶 贝迪的速度远远超过你 你逃不掉的 垂死戒兽嘶嘶吼着 扑吃 摩罗撒的其中一个头颅狠狠一口 直接咬掉了这垂死戒兽剩下的一个头颅 死了 吃吃 大口大口吞吃 戒兽摩罗撒的两头颅上的毒眼都闪烁着冰冷光芒 我 摩罗撒 死 也得让罗锋付出代价 同时他仔细感应这一头头戒兽的方位 特别是贝迪等一些强大戒兽 他更是重点警惕着 一旦贝迪等存在朝着靠近 他摩罗撒一定会立即逃得远远的 戒兽朝穴深处 一漂浮的荒漠岩石上 正趴着一巨大的黑色身影 忽 他忽然坐了起来 摇摇看着远方 他的丑陋的两个头颅都同时看向一个方向 头颅上的毒眼却是隐隐有着彩光 在其中旋转 冰冷看着遥远处 摩罗撒 他沙哑难难道 你退回到一届 从初升起你就和我厮杀争斗 上次你大败重伤离开巢穴 竟然回来就退回到一届了 一届巅峰杀死一个重伤的二届剑兽 似乎很难 可是贝迪却不奇怪 因为这是他的老对手摩罗撒一个曾经对他威胁很大的对手 只是现在他的对手艰难地爬升到二阶 可他却已经达到了四阶 也是整个介受巢穴内现在已知的唯一一个四阶 越往后 每一阶差距都越加夸张 宇宙海中的生命竟然强大成这样 贝迪低沉沙哑道 是谁令摩罗撒这样 难道是求言 镇家他们说的 那个宇宙海低强者银河领主 是在外面银沙烈太强者生命竟然强大成这样 又跟他维 brief的道理 是在外面的眼睛